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科普 有一种毒素它的致癌性很强 而且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定期的打理和清扫 有人觉得这可能是耸人听闻 这你可能就不懂了 家里的确有一种看不见的毒素 而且还能够反复的积累 甚至还会致癌 它可能藏在咱们食物或者是角落当中 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 这种毒素就叫做霉菌毒素 而霉菌毒素它产生毒素非常强 根据有关研究表明 它的毒性是P霜的68倍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的致癌物 一旦摄入体内 就会对肝脏以及其他全身的系统造成极大的损害 一般我们家里有三个特别容易产生霉菌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加强清扫 第一个地方就是卫生间 尤其是暗卫 不见阳光不通风 卫生间的角落像瓷砖缝 特别容易滋生霉菌 表面上出现像黑色黄色绿色 褐色甚至白色这种般 打扫卫生的时候一定要需要用消毒水去清理干净 同时要经常对卫生间进行排风除湿 第二个地方就是厨房 尤其是冰箱 霉菌的抵御能力也特别的强 可以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清理冰箱里坏掉的食物 定期清理冰箱和厨房 并且进行消毒 一般可以用酒精和苏打水进行1比1的配比来消毒 擦拭表面物体 第三个地方就是阳台 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在封闭式的阳台上 用斧植土来养花 久而久之空气中容易滋生霉菌 还容易引起过敏 对于爱花人士可以经常对阳台进行通风 保证足够的日晒 好了听了这一期的内容分享 大家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啦 快点清理起来吧 好了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